山西大土和华里这边呢 目前只收获了一胜 是3比1战胜了北京首钢 那么根据今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 超级联赛的赛制 从21号到26号 也就是说到明天 所有的小组在第一阶段将会全服结束 男女团体的前四名呢 将会进入到第二阶段的单淘汰赛 那么最新的赛制呢 也是在这个团体比赛小组阶段 第一第二的选手呢 这个队伍将会落入一号位和四号位 而且他们会有优先 选择自己下一轮对手的权利 黑龙江华信永刚这边呢 是3比1战胜了严禁铺子 又是 战胜过这个北京岳凯隆 而且有一场胜利啊 是黑龙江华信永刚在第五轮的时候 曾经3比2战胜过成都高新入水局 这支队伍还是非常强的 因为有世界冠军朱雨林领衔 其中宽曼也是发挥出色 3比2战胜了朱雨林 也为队伍拿下这一分锁定了胜局 好 接下来双方的手盘较量 双大比赛马上开始 由山西大土和华里王叔发球 今天呢两队选手都是一左一右的搭配 那其实在单打比赛当中 这两支队伍的单打的实力都还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第一场的女双的胜利 对于团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 一几二 一几二 二几二 二几二 这就摆得稍微有点高 三比二 直接调打 漂亮 宽曼这个反手压直线 线路还是非常清楚 为自己这边呢 是打开了局面 就这个 是瞄着王叔的站位 反手压了一个直线 反弯发球 哇漂亮 接发球直接拧了一个正手的大角度 嗯 嗯 宽曼一上来连续的这个直线的进攻啊 还是收到了效果 所以对王叔来说也是需要去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那在国家女队04年这一批的小将当中呢 宽曼和陈毅已经是两位佼佼者了 两个人在这个U15包括U21的公开赛当中呢 也是成绩非常的好 陈毅也是在今年的奥运模拟赛当中啊 跟齐飞一样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前16强 也因此正式的深入到了国家一队 嗯 齐飞这边的连接和跟板稍微慢了一些 齐飞的父亲呢也是一位乒乓球的教练啊 所以小的时候就给他选择了纸板的打法 这球发的还是质量很高的一个半出台 像现在王叔和王晓彤是9比5领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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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面这一轮次的发球啊 没有办法很好的去 限制王叔的台内的拧拉 所以下一板齐飞接发球有一些被动 漂亮又是一个直线 而且呢是简厉的防守球比较短 追到了8比10 好 算了啊 这样11比8 王叔和王晓彤是拿下第一局 第一局比赛一上来 其实双方互相之间的配合和球路都并不熟悉 所以回合并不多 主要还是试探对手的 第二局由齐飞发球 王叔的反手还是非常好 尤其是第一板揭发球的这种台内的拧拉拧冲 好 好 好 起飞的反手也是直拍横打 披的比较底线 限制了王晓彤的上手 漂亮 漂亮 王晓彤呢还是属于非常有实力的一名年轻人 正反手很均衡 而且打球的风格也比较凶狠 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很多的全国比赛当中呢 往往能够去拼下主力 造成一些冷门的原因 二比四 王晓彤发球 哦 哦 好球 还是第一板揭发球的时候啊 西飞这球没有太摆住 王晓彤呢也是打得比较巧 没有特别的发力 拉了一个落点 Tank 林肃 来 漂亮 发一个半出台 之后凯曼反拉 第二局呢 两位小将啊 齐飞和凯曼也是加强了自己这种前三板的控制 打得更加严密一些 对还是得去限制王叔的揭发球 其实第一局和第二局的两个轮次 都没有办法去很好的限制王叔揭发球的上手 他的反手实力是很强的 漂亮 就是塞直线 哦好球 有点可惜啊 其实凯曼的这个反手变线 已经是变到了王小彤的空档了 这个斜线封的好 王小彤在跑动当中的一个反拉角度也裹得比较大 这样王叔和王小彤是追到了6比6 很多龄的 words 走 都没有变化 超确认 白短 哪一个半出台 反拉漂亮 吃旋转了 这球发的还是比较转的 好 说王晓彤再追回一分 这样第二局呢 又是追到了8比8 来到关键分 接下来这边又是齐飞发球 王叔来接发球 还是得注意王叔在这个接发球台内的拧冲 必须得去破他的这个拧啊 所以可以把球适当的发长一些 或者发一些这种转不转的变化 漂亮一个加转的慢拧 这样来到了9比9 把一个勾手 嗯 吃把球了 这样山西大土和华里王叔 王晓彤这边又是拿到第二局的据点 哎呦 连续两个发球都吃了 这样王叔和王晓彤是再下一局 现在大比分2比0领先 看出来王叔其实比赛经验啊 还是非常的丰富 尤其是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以上来是王叔发球 漂亮一个快劈底线 而且劈到了一个正手的小三角位置 嗯 两个人先见还是很快啊 而且把这个王叔和王晓彤调动开 你看两个人跑了一个大交叉 回摆之后轻跳直线 好 走 好 无敌 咱们 好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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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打到现在第三局 齐飞和款曼这边 感觉两名小巷现在逐渐的 打出了状态打开了 前两局呢感觉还是有一点拘紧 这局开局不错 4比2领先 就是王叔接发球 漂亮 齐飞这边台内球的控制也比较细腻啊 回摆的质量比较高 控制住之后呢 也是可以给宽曼创造上手的机会 好球啊 刚好防了一个回头 好 好 追到6比4 这一分还是比较关键了 好球又是刚好防了一个直线 这样起飞快 好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第三局来到了8比8 漂亮 三十七大土河华里 比分再抄 漂亮 连续的给一个重复落点 就是打了王晓彤一个回头 现在第三局的关键分啊 9比9 黑龙江华信勇刚这边齐飞来发球 王晓彤接发球 白短之后 反拉 哦 在第四局 在第四局 凯曼和齐飞是在林比尔落后的情况下已经扳回了一局 哦 好球 哦 好球 漂亮 这次觉得前几分啊 其实双方打的都比较简单啊 都是发不赚为主 直接挑起来过度之后 打这种上拳球的相持 擦鞭 下边比三 二比三 这落点塞得不错 刚好塞到了王叔的中路 王叔的中路 4比3 再回摆 上一版王小彤这边其实可以上手了 稍微谨慎了一点 这就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至关重要 还是第一版的揭发球啊一版过 双打比赛当中呢因为发球只发这个一个半台 所以要求发球必须非常的严密 因为现在打到这个级别的运动员 他们第一版的上手能力都很强 所以一旦球发不严密呢就会陷入味道 6比4 漂亮 也是第一版接发球的上手质量比较高 这样双方再次的打平6比6 3比4 发球错区 漂亮 这一分其实王叔和王小彤 打得稍微紧了一点 这样齐飞和宽曼也是连续得分 拿到局点 还是齐飞发球 嗯 这样11比8 齐飞和宽曼再扳回一局 双方达成2比2 接下来就是决胜局了 我们看这个比分 8分9分9分8分 其实双方实力还是在伯仲之间 接下来是决胜局 开局非常的关键 在齐飞和宽曼这边呢 是0比尔落后的情况下 连锥两局 其实气势和心理上 稍微占一些优势 嗯 第一分就非常精彩 打出了多板 多板数的回合 打到这种相识阶段啊 这一阶段齐飞和宽曼还是比较占上风的 两名小将呢 站得离台也比较近 整个速度比较快 漂亮 两次直线的出手 黄叔的球呢还是以巧为主啊 但是力量不是特别的足 所以黄条过去呢 也是正好被齐飞反拉 齐飞和宽曼这边开局不错啊 一上来打了一个4比0 快逼底线有些擦网 王晓冬反应很快啊 擦网之后二次启动 迅速的上步 然后发力 3 4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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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稍微有点凶了 这样5比2啊 齐飞和宽曼领先 双方交换防卫 2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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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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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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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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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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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球 还是落点意识比较好啊 这一阶段打起相持来 王叔和王晓彤的这个衔接稍微慢了一点 两条直线塞得很好 这样黑龙将华信永刚这边继续扩大比分领先的优势 还是坚持进台 两边的这种快带快拉 又是有点擦网的幸运分 让齐飞和宽曼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3比2 齐飞和宽曼拿下了第一盘 还是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实现了逆转 那么黑龙将华信永刚也是拿下了第一分 那么接下来第二盘的单打比赛呢 则是在车小西和孙明阳之间进行 好 我们也稍时休息 好 谢谢大家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